正在宣傳車上 民眾黨立委張祈愷 林國成 陪同市長謝國良掃接敗票 一方面 反對報復性的罷免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 這段時間的民調 特別是聲量高的同時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謝國良的正面聲量是高的 而且在東岸商場上面 他已經四連勝了 之前罷免的原因 很多是因為東岸商場 因為四連勝罷免理由不在了 為什麼要繼續罷免呢 那後來他的經濟跟勞工 在那麼多的市政上面 民調支持跟市民支持度 已經這麼高了 為什麼還繼續推動罷免呢 所以今天國成跟我代表台灣民眾黨 一方面來幫國良加油 幫基隆市民加油 我們期待都回到經濟發展 跟民生的這個發展 注重勞工跟整個 基隆市的市民 少一點政治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來到基隆 代表台灣民眾黨 雖然只有兩位立委 其實我要跟各位報告一個秘密 我們兩個是率先 結果有四個人跟我們坎不戀說 為什麼他們不能來 其實到最後 其實我們前黨一致 支持謝國良緩罷免 所以基隆是一個有良知的城市 有良知的人一定緩罷免 剛才七凱已經講 罷免一定要有理由 現在的理由不存在的情況之下 還在罷免就是沒有理由 所以我們大家要勇敢站出來 繼民眾黨總召黃國昌 拍短影音表態反罷免之後 兩位民眾黨立委 接續來到基隆 用實際行動力挺謝國良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 最好 大部分 主題 主題 也 主題 前 主題 好久不見